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是实话 我们这位特别会聊天大美女的就是我们科教频道的马孝叔 孝叔今天穿得好漂亮 是吗 有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息 过节的气息 有 非常有 孝叔我知道你是西安人 对 因其我记得你是南方人 重庆人 重庆人 吃的好多 重庆人年夜饭的时候还吃火锅吗 还真不吃火锅了 年夜饭其实有很多川菜 这个摆一桌子鸡鸭鱼肉肯定都少不了 那这个最有名的可能包括辣子鸡 口水鸡 水煮鱼 这个烧白 加沙肉 烧白我是最爱吃的了 我们那边陕北有一道特别好吃的鸡叫苏鸡 它是先把这个鸡剁成大块 然后裹上这个淀粉和鸡蛋 然后放到油里炸 然后再把它上剔 撒上葱花 撒上姜末 然后撒一点点盐水 一撒 一蒸 去掉它那个油腥味 那口感就真好了 我明白了 其实就跟这个重庆火锅里面的酥肉一样 对 有点像酥肉先炸 可以蒸着吃 对 然后再蒸一下 那既然我们讲到年夜饭了 大家都谈到了鸡鸭鱼肉 好像感觉呢 首先这个鸡这种禽类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节目 过去一只鸡的养殖时间至少是半年 而现在是四十天 一头猪的出栏时间从一年半变成了五个月 一头牛的生长期从三年锐减到十四个月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我们吃的食物应该产生在这样的地方 然而它们却是在这种近似工厂的地方生产出来的 从鸡蛋到餐桌 要经历怎样的过程呢 每一个鸡舍呢 就是我们进鸡一般就是进两万只 每天都有记录 就是一天吃多少料呀 喝多少水呀 温度是多少 湿度是多少 空气质量是多少 就是里边的氧气含量 二氧化碳 有氧气体的含量是多少 我们都要检测的 它叫白羽肉鸡 体型较大 是选育品种 从孵出到十四天 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 吃是它们的主要任务 每个阶段 它们的食物和喂养方法 是不一样的 十四天的白羽肉鸡 是骨骼和鸡肉生长最为关键的时期 为了让它们多吃 多睡 多长肉 鸡舍的光线被调得很暗 这样 吃饱的小鸡 接着就会睡觉 三十天是白羽肉鸡 内脏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 随着饭量的增加 它们的脂肪沉积 也达到了最佳时期 饲料配方 是它们强壮 少得病的关键因素 三十七天之后 就是白羽肉鸡出栏的日子 专业的抓鸡团队 动作熟练的抓着鸡 这是一个技术活 它们必须手工操作 小心翼翼 我们的问题来了 鸡在每个阶段都会忘情的喝着水 据说水里也有鸡不得病的秘方 会添加什么呢 水里会添什么呢 葡萄糖 抗生素 激素 糖贴素 我觉得 营养成分 是不是应该是葡萄糖啊 它是有营养成分的嘛 总不能给鸡吃一些 类似于激素 抗生素这种 那不是间接的就会让人吃到 抗生素为了防止它得病 也许会胃啊 它三十天四十天就要长大 就要上市场 我故意抗生素如果喂进去了都很难排出来 是吧 我觉得啊 这个一贯高考猜题的一个方法 都选C 不会选C 都选C 不能选C也不选B 这俩东西我觉得不太靠谱 像说选了A我就选B 那我想问一下二位 就是如果咱有条件的话 除夕夜 比如说要做饭 咱们是买上刚才我们谈到那种白羽肉鸡呢 还是去买所谓的 咱们有什么大奔鸡 什么走地鸡 溜的鸡 溜的鸡 大柴鸡 你们会选哪种 肯定选那种走跑步鸡 溜的鸡 跑步鸡就算了 那玩意再垫 还垫得慌 就是我肯定选运动过的鸡 你反过来选吧 腾越哥哥 你要是选女朋友的话 你肯定选那种身材苗条 鸡肉紧实 你也不会选吃了就吃 就吃白胖白胖的吧 这个牵扯到个人品位上 我打个比方 这开玩笑 也没准就选那位胖鸡 也有可能 就靠这口 我觉得那种的肉质会更好 它比较紧致 然后有嚼口 你等等 我先梳理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白胖白胖的女朋友 和这个肉又很紧致的鸡 先分开分开 分开分开 这个不能小提兵的 开玩笑 应该根据不同的菜 再来用不同的品种鸡 对对对 这我途命 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就是口水鸡 现在满大街都有卖的 但是确实呢 这个佐料调的好 这个鸡的肉感好 那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而这种鸡呢 其实最好就选用 比较这个年轻的公鸡 而且呢 是有像刚才孝叔说的 就是鸡肉结实 要跑跑步鸡的 没错 没错 尤其是它那个凶大鸡 吃起来一丝一丝的很有嚼头 还有大腿鸡 您就别比我了 还有呢 那比如说要煲一锅鸡汤 那可能就全都鸡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菜 应该是不同的品种 按照孝叔分析 抗生素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肯定拍正规养鸡场 对 激素就更不用说了 对啊 是吧 这是肯定不会用的 葡萄糖呢 也许有道理 就全葡萄糖 就全葡萄糖了 行 孝叔一看 从小吃葡萄糖长大 葡萄糖提取 蜜罐里长大的 那证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那证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小鸡喝的可不是普通的水 是一种特殊饮料 它是从茶籽榨油后的饼破里 提取出来的 叫糖贴素 它可以提高鸡的免疫力 让鸡少得病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我们的答案是糖贴素 你的年夜饭食材 是不是选择大规模养殖场 出来的呢 一看就是学霸出身 我实在不想说 姜还是老的辣 对 暴露年龄了 你是准备在电视之前 公然说出你殷奇哥哥的年龄 我们成立人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糖贴素 他提到一个是 那个茶籽里面出来的 是吧 曾经去拍过一个节目 叫葵花鸡 它就是吃那个葵花籽 还有葵花叶什么 好多东西 就都是葵花身上的 混合的这个一个饲料 长大的 所以主要就是让它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对 特别香 然后它的这个肉啊 就有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 然后吃起来就特别的 口感也特别的好 两位觉得是这种走地鸡营养高呢 还是这种西装鸡 白羽鸡营养高 走地鸡 它会比较更偏于野生一点 然后就像我说的绿色环保 它找的是它自己喜欢吃的事 是吧 它吸收的是它自己喜欢的营养 但是那个它人工饲养之后 经过一些科学的配方 或者是科学的养殖方法 它应该也有它 我倒担心啊 这肉鸡它营养过剩 营养过剩 太胖 太胖了 老实我们吃了我们也胖 有选择的情况下 我肯定选那个走地鸡 就是溜达鸡 对 因为相对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更健康 实际上啊 你就是散养鸡 无论是喂蝗虫的满山跑着自己抓野虫的 还是喂各种新鲜的东西的这种鸡和养鸡场里正规渠道的养鸡场说的鸡 营养价值上是没有区别的 想问一下二位 你看咱们其实都是外地到北京来的 对吧 逢年过节如果回家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带点北京土特产 比如说带着烤鸭回去 那必须得带 真带啊 真得带 我只要你别说逢年过节 我只要有空回一趟先 这给老爷姥姥的烤鸭不能少 其实我都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带回去的烤鸭它好吃吗 说实话我一次没吃过 但是可能在外地它能吃到正宗的 起码我是从北京带回来的烤鸭 肯定比当地的好吃 是个意思 对他特别爱吃北京烤鸭 在南方就是在重庆尤其四川 就是这一带地区 大家的这个口味啊 跟北方很不一样 肯定比如说吃鸭子又是不一样的 是酸萝卜老鸭汤 冬天是一道这个佳肴啊 它是驱寒 而且呢是非常进步的一个一道菜 说的我都馋了 接着还来看看关于鸭子的事 在厨师娴熟的技法下 烤鸭被切成薄片 时刻只需要用特制的薄饼 再配上甜面酱 裹上葱条 就可以大饱口服了 这味道让每一位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 这皮酥肉嫩的烤鸭 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是位于北京郊区的养鸭厂 这里的鸭子专攻北京烤鸭店 这些白白的鸭子孵化出来才三十天时间 它们叫北京鸭 属于水鸭 却没有生活在水里 为了鸭子生长 人们在鸭舍特意建了这些大风扇 生长四十二天 体重三千克 是烤鸭的标准条件 一只鸭子随意进食 需要六十天的时间才能达标 这时的鸭肉就会变老影响口感 要想让烤出的鸭子肉嫩 首先要控制生长周期 所以这里的鸭子有着特殊的饲养方法 每隔六个小时定量四位 北京田鸭也由此得名 这些排着队去进食的鸭子 成了这个鸭床独特的风景线 要想保证皮酥肉嫩 针对鸭子的运输屠宰 有一套近乎苛刻的程序 依据北京鸭的生理特点 运输会避开白天的高热 从傍晚开始 养了四十二天的鸭子 就要在这里走向生命的终点 屠宰过程是一个严格控制的流水线 烫毛的水温控制在六十摄氏度 既保证了表皮质量 又可以轻松去毛 给鸭身打气 使得看上去瘦瘦的鸭身 一下丰满起来 同时也使肉质变得更加松软细腻 处理好的鸭子 在这里要过第二次热水 用一百摄氏度的水 淋烫鸭身 不是为烫毛 而是让鸭皮收紧 为保证皮酥打下基础 接下来要过的热水 可不是普通的白水 而是淡淡的麦芽糖水 鸭子要经历一次糖水洗浴 才会有烤制后 那诱人的枣红色 多次冲洗的鸭子 要在这条线上走一圈 大概是两个小时 这时刚好控干身上的水分 接下来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进炉烤制了呢 北京烤鸭选用什么样的鸭子 新鲜的鸭子 冷冻的鸭子 我觉得这很简单吧 因为我有一次见到过一个小店 它是卖烤鸭的 它应该没有这么工业化的程序 它是自己家的一种就是古法在做烤鸭 它就在放在那个室外 那会儿零下挺冷的时候 放在室外 我看我拍摄的五天里面 它一直在那放着 那是不是因为要它有这个冷冻的过程 那夏天咋办呀 放冰箱里 对 有冷冻的 冰箱冷冻 对啊 也是哈 放低窖 那也不行 那我就没啥可说的吗 我就跟你选不一样的吧 殷琪选的是新鲜鸭子 对 小叔选的是冰冻的鸭子 我觉得这个题不会那么简单 如果新鲜的鸭子不大家都想到了吗 肯定不能那么简单 这一看都是被高考折磨 各种外招都上来了 你们高考核都是这么考 就两答案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原来控干水的鸭子必须要放到速冻库冷藏才可以做烤鸭 速冻的过程就是排去酸性物质的过程 让肉质更好 解冻也有技巧 要持续一天左右 慢慢解冻 慢慢再晾干 这被称为亮坯 因为没有了水分的干扰 北京鸭的脂肪在烤制过程中才能够慢慢融化 顺着鸭肉的纹理逐渐进入到肉中 所以答案是 北京烤鸭选择的是冷冻过的鸭子 我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 皮肤更紧实 你知道我每天的洗脸步骤吗 就我先卸妆 认真 认真 我教你 你听我说 一开始跟我说你选女朋友 你看你需要选女朋友 白叉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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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这会儿开始说鸭子 你看我我每天洗脸 皮肤 皮的人都有皮有肉 跟鸭子一样 你看我每天洗脸步骤 卸妆 卸完妆之后用热水先洗 洗完之后最后一步一定要冷水再洗一遍 你的皮肤毛孔会先打开 然后再迅速收紧 你的皮会变得很紧实 大家一定看不出来我的五十岁了 对不对 我们都没法往下接着话茬 你想夸自己年轻 皮肤紧致出弹可破 你说呀 哥哥这儿的词多了 你看殷琴老师皮肤这么紧致 颜色分血肌这么明显 一定也是借助这种方法 平时冷冻自己 真没有用 先给自己卸了庄 然后把脸颗冰箱里倒 把脸颗热水里先吃一会儿 烤箱五十度射上 然后入炉考制 入炉考制 出来之后再冻一会儿 还要焦黄 我上小学了82年的时候 那个时代跟现在还是不一样 我们起码说买肉还要平票了 对 所以就指着过年那天晚上 这菜能都凑一块 有肘子 有鸡 有鸭子 有鱼 搞不好呢 要是今年这个收入不错 没准还能买点海参之类的 那就感觉 哇 这个太富丽堂皇的一顿饭了 对 但是现在呢 就觉得像您记得很对 你平时这些东西随随便便 都可以吃得到 自然春节时候 咱得变换点花 对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餐呢 制作方式比较繁复 它要求很多 西餐相对来说快呀 简单便捷 像如果我一回家 如果我要做饭 最简单都是一家六口 加上双方父母嘛 最简单都是一家六口的饭 你说如果这样 我炒菜整个八热八凉 再整一汤 那里多长时间呀 但是煎个牛排 煮个一面 然后做一大盆沙蛙 大家分食 就肯定相对简单一点 当初我们都还小的时候 就年月饭肯定是我们每年都盼着 特别丰盛 现在吧 真的大家都恨不得平常吃的越简单 因为营养就怕过多 过多了 那到了年夜饭的时候 可能还会想想怎么吃更健康 对吧 所以变得花样呢 还不光是说怎么去做 还要想反而把这个做得更 这个入味又健康 然后再特别一些 有点新鲜感 尝一尝点新东西 所以既然是说年月饭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点 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较新鲜的一道菜 我们这道菜端上来了 看看大家的反应吧 我们真的化了这个 化了 非常细腻 很好吃 细腻 你狗吃了吧 哎呦 我的天啊 金黄色的外表 绵软的口感 以及浓郁的香气 如果不是事先告知 不论是口感还是视觉 我们都无法将眼前的这道菜品 与生鸭肝联系起来 这些刚刚取出 还带着温度的鸭肝 完全不是普通鸭肝那样的血红色 而是金黄色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 这些鸭肝每个都在500克左右 几乎是正常鸭肝的几十倍大 就连从不吃动物内脏的欧洲人 也对它情有独钟 原来肥肝经过特殊甜味 能量在肝部转化 能够形成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大约占到70% 其中主要是油酸 亚油酸和次亚油酸 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 人们发现 亚油酸和次亚油酸 能降低血脂和人体 总胆固醇 肝油三脂的功能 可以调节软化 心脑血管 那些来自深海的海鲜 处理干净 只需要冷冻切片 蘸上点调料 就可以生食 可鸭子的肥肝生吃 有什么门道 实验结果显示 生吃对营养成分破坏少 而蒸制或者是烤制过程 会造成脂肪分离 导致不饱和脂肪酸 这样优质营养成分 遭到破坏 我们的问题来了 生吃肥肝 需要蘸什么料 生吃肥肝蘸什么料 A 牛油果 B 辣椒酱 C 芥末 D 什么都不用 我想想 生吃肥肝 还真没吃过 确实是一道新鲜的菜 我就听说过 大肠刺身 没听说过肥肝刺身 听起来有点腻 但是我觉得看那画面 应该挺好吃 要我选的话 当然按我的口味 我可能会倾向于选B 辣椒酱 但是 我觉得 既然是一个新鲜吃法 咱们就选个新鲜的 既然是我先选 不好意思 我先把A选了 牛油果 不是我最不愿意选的 因为它已经很腻了 牛油果更腻 这个 个人有个人的喜好 而且还有一 对 也是 吃鹅肝 我们首先说 吃东西 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 因为按照美食的说法 是一种肥味 对 就是它原本的 它就是一种风鱼的感觉 你倒嘴之后 入口即化 充满了那种脂肪的香气 那么可能像 因其选的 你配上牛油果之后 它可能有一种很奇妙的 这个放大 很丰满 然后不同层次 可能是鹅肝鲜化 慢慢的牛油果 在充斥到你的整个口腔当中 同时牛油果 这种果香气的芬芳 又可以遮掩一些 可能生吃鸭肝 会带来的一些 不是特别让人舒服的味道 我是这么理解 我是这么理解 我觉得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的身材 不像赵老师姐 为什么呢 瞧你形容吃的那个 哎呀 感觉这个吃的马上到嘴里 化掉了一样 我觉得夏季啊 我们这味道节目 必须得邀请 对 太适合了 你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岁月不是一把杀猪刀 岁月是一把猪饲料 我觉得我肯定会嫌辣椒酱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象 你听我说 我想象中生吃肥肝 就是有点腥 有点腻 对 我觉得腻腻 但是解腥最好的方法就是辣椒 吃饺子是醋和辣椒 还是醋和蒜 当然醋和辣椒了 陕西园怎么能离得油泼辣子 重庆人人家就要吃蒜 要加蒜 你像北京地区正经吃饺子 也是蒜 对 配醋 也会 但是我们不是把它放在 我们不是把它放在料理 是生吃 我看我爸爸经常就 站一个脚上 啃一口 我们经常吃面也这样 反正你选的就是辣椒酱 辣椒酱 一看就不太怎么会吃 太可惜了 吃鸭根居然要蘸辣椒酱 来看正确答案 原来肥肝生来自带五味 它本身不用加任何调料 口感就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的答案是 什么都不用 如果您的年夜饭里 要生吃肥肝 记住什么料都不用蘸 味道就很好了 我不吃了 我觉得吃了之后 最后一个镜头上展现的小胖子 就是我们的下肠 那给你鱼子酱 你准备蘸什么 芥末 辣椒 没准 行 也是一吃法 我破一花子 也是一吃法 早上起来拿馒头片 一层辣椒酱 一层臭豆腐 一层鱼子酱 再加一层花生酱 美味 美味 行 你家年三十就吃这个了 说到肥肝呢 今天既然两位嘉宾 你们也都尝一尝 它上面还有点血腥呢 我知道这个入口即化的口感了 像白巧克力 有没有那种感觉 像咬了一口白巧克力 它就化掉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 谁答什么都正确 真的是要按个人口味走 对呀 妹子 我要加辣椒酱 那一盘都归你了 那一盘都归你了 我要加辣椒酱 既然咱们今天说的是 积压勤累 关于年夜饭的这些问题 明天呢 咱来说说海鲜 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 也祝愿 大家春节好 春节好 下期节目再见